能自我,能看似,拼出一身痴 流汗血,尽赤深,追尋第一天 欢迎收看警訊 Ricky,近期大家经常会讨论的都应该是最新的电脑病毒 搞到我都会很担心自己的电脑会中毒 搞到没了资料、照片 所以我很多时候都会做好资料的备份 将重要的资料分开储存在外置的硬碟 定期更新防毒软件和作业系统 开启防火场和避免浏览一些来历不明的网站 没错,电脑的保安真的不可以疏于防范 还要记得做好安全的措施 妥善地保管自己电脑里面的个人资料 我们转个轻松一点的话题 每逢假日,不少人都会出去玩 而踩单车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活动 一说到踩单车,相信大家都会想起沙田 又或者大埔这两个地方 因为这两个区的单车景都是比较完善 而沿着单车景的景色也是非常漂亮 还可以经过吐露港和城门河 所以一去到假日,都有不少市民会一家大小 甚至乎有一些朋友去到这两个区域租借单车 享受一下单车交游 其实除了可以去新界或九龙各区的单车景 有市民也会试试新意识 搭船去到黎岛区的长洲去踩单车 没错,长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长洲的地方虽然不是很大 但除了一些紧急用途的小型车辆 又或者一些少数用来运输的三轮车之外 平日在长洲基本上是没有其他车辆行驶的 所以要漫游其中就只有靠双脚 而踩单车就可以省很多时间 从而可以游览到更多的景点 所以近年多了很多游客 在长洲上租单车来代步 不过长洲岛上的人口大约有三万多人 未计假日入去观光的旅客 长洲都可以算是香港尼岛之中 人口最沉密的岛序 所以大家在岛上踩单车的时候 千万不要忽视单车的安全 否则就很容易发生意外 每逢假日 不少市民或游客都会来到长洲这游览 而且还会租架单车横渡 可以说既方便又捨意 不过踩单车的朋友 就记得要遵守相关的法例 如果不是 就有机会造成危险 或者可能会被警方票控 不过去 考虑的 小姐 昨晚玩得太晚了 又不知醒了 她說搭下一班船過來 不如坐一小時我們四處逛逛逛看東西吧 唯有這樣吧 去哪裡了 我這裡不熟悉的 四處逛逛逛看東西 我吧 那邊吧 好不好 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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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搞錯 等你這麼久 又睡過了 對呀 你昨晚去了 你去了哪裡 在家裡 是在家裡 是呀 走吧 我不知道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對了 你們這麼早來到 想到哪裡玩了沒有 不如我們去踩單車 也好啊 你和我這麼深入靈犀 但是踩單車 我們兩個不太懂 你們兩個便填密密踩單車 我們兩個便四處逛逛 到時電聯好嗎 OK OK 拜拜 我們去見了 再見 謝謝 沒有工人 謝謝 你 謝謝 你 謝謝 謝謝 停車 停車 幹什麼 哇 海景好漂亮 蜂牆都很漂亮 不如我們在這裡拍照 拍什麼照片 拍影片更好 我帶了一部機機來 好啊 一邊踩一邊拍 就是這部 扭一扭就鬆的 再扭一扭就緊的 這個是鏡頭 待會我一邊踩 你對著我們就行了 上車吧 慢著 又怎樣 那如果拍這邊 就拍不到海 就是拍一些石頭 蛤 你反過來就行了 不是 我要拍這邊 隨便吧 隨便吧 掉頭吧 開車吧 好啊 yeah yeah 繼續看鏡頭 繼續看鏡頭 嘩 嘩 看到前面是她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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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事? 我好像扭傷腳很痛 那你扭傷腳還拿著東西幹什麼? 那一部東西這麼貴 弄壞了我怕你罵我 最重要是你沒事 給我看看吧 那現在怎麼辦? 不如你揹我 唉,走吧 片段中的男女除了弄傷受傷之外 其實還觸犯了交通法例 對,Ruby 根據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 踩單車或三輪車的人 在道路上是不能運載任何其他人 所以片段中的事主 已經違反了道路交通條例 日經定罪 最高可以被判罰款港幣2000元 很多市民不以為三輪車是可以載人 但根據法例 三輪車只可以在私人地方 或者指定的地方 例如某些單車公園裡面才可以載人 Madam,長州的情況又是怎樣? 根據警方的數字 2016年在長州 因為踩單車或三輪車 違法載人而被檢控的個案有122宗 而在今年的頭三個月已經有42宗了 道路安全 是警務處處長首要行動項目之一 未來我們長州分區 會加強巡邏和教育市民 亦會繼續根據重點交通執法項目的 為例事項 採取嚴厲執法 最後,Madam,你有甚麼建議給大家呢? 我在這裡提醒各位市民和遊客 踩單車或三輪車的人是不可以再客人 另外,在黑夜時間踩單車或三輪車 需要穿著車頭的一盞白燈 和車尾的一盞紅燈 最後,大家記得要遵守交通標誌的規定 在定名的範圍和時間之內 千萬不要踩單車或三輪車 大家除了要記住在片段中所提及的 單車安全注意事項之外 在馬路上的安全都不可以忽視 因為只要一時的疏忽 不幸地發生意外 就有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 好,我們就開始了 這裡是紅磡基利市南路 剛剛過了暢運道落斜的一段 在2017年1月4號中午的12點30分 就在巴士站這一個位置發生了一宗致命交通意外 而一名的士司機是在意外中死亡 警方希望大家可以提供資料協助調查 當時一輛的士由紅磡火車站 原唱運道落斜 駛往佛江街方向 當去到基利市南路的交界位 的士失控由左一線鏟上左邊的行人路 並且撞向正是停泊在路邊的一輛中型貨車 的士司機受傷昏迷宋苑搶救 可惜之後證實不致 我在這裡作出呼籲 在2017年1月4號中午的12點30分 有沒有市民是經過紅磡基利市南路 近住暢運道附近 而又目擊到意外發生經過 有的請聯絡西九龍總區 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二隊 電話是3661-9000 3661-9000 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下次見 這是新田每駛 採集中 翌路 進行 進行 進行